那两边还是一个比较常规的军选 就是禁掉了对战方的华生和地府 那么对于这个竞选 狗哥你看一下 发表一下你的见解了先 因为我们还有十多分钟的时间 这其实挺正常的吧 就是两边都不想让对方上华生 就是你可以上国标 你只能上斧头国标 就看你赶不赶上了 但是好像我看了一眼 屈服没有普陀 屈服没有普陀 那我们也是结合着竞选 也是先来看一下两支战队的报名图 也是再来看再来让狗哥给大家分下 门派的上阵容的情况 我们可以首先来看一下 珍宝格的这一届五神团的报名的信息 狗哥可以先来说 因为珍宝格这一届报名的是有 九个门派嘛 狗哥化分地府三辅助 两个风系女儿方寸山 那么四个输出大唐花果山龙宫女麻木都有 比较平均可以上国标 他上个月也是这么带的 嗯对 他两个月都是这么带的 是 那么其实他的阵容就好像 你刚才说的一样 即使不能上化身国标 我可以上普陀国标 那无非就是女儿和方寸的一个选择了 对的 嗯那你个人感觉 珍宝格会去上史安的阵 我觉得珍宝格 打屈辅 这个我觉得 我还真没想过他会上什么阵 但我觉得他可能不是国标 不是国标 但是如果不是国标 他打屈辅 他的女儿方寸212吗 女儿方寸212我觉得是 打212 因为屈辅只有两种阵容嘛 其实屈辅的阵容就是很好读的 就是屈辅上地辅没化身 三攻速推阵容 对吧 如果说上化身 你就没地府 那就是212 或者是三攻 那好像这两套阵容 如果你是普陀国标的话 你打那个速推阵容 是有风险的 有风险 他上个地府上来上个开 狂充你 你没有化身的防御圈 其实风险挺大的 嗯 对吧 普陀回复量是很低的 对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212 更合理 我觉得 我个人认为就是 如果我是真宝格的指挥 我会上212 很合理 相对求稳一点 是吧 那212打212 是硬件 最能体现硬件的 那我硬件是碾压你的 是的 那我们也是借着 现在来看一下 真宝格这一届的 这个暴民阵容啊 我们可以看到有花果山 其实现在9个文败都已经有了 让大家说一下就好了 对吧 女儿方寸 化身普陀地府 大唐花果山龙宫女拔木 那他们的暴民总经验有7000多亿 16进发 今天的淘汰赛阶段分别是战胜了苏比春晓 胡苏城以及库罗山 那其实 半决赛打得比较快啊 20多分钟就解决了 那么八进四打胡苏的一场比赛应该是 比较精彩也比较惊险的一场比赛 对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曲谷孔妙 聊完了 其实我刚才啊 在休息这段时间我自己有想了一下 我发表一下余剑 狗哥你来品评一下 哦可以 其实我在想啊 我在想曲谱孔妙啊 其实之前刚刚说到珍宝格对吧 他们上个月刚刚交过手 刚刚交过手呢 那么珍宝格是上的是龙宫对吧 他上了一个龙宫的阵容 一般来说魔术都是 魔术师第一准则 就是不要在相同的地方表演同样的魔术 你基本上遇到同样的对手对吧 就感觉上次那个阵容最好就别用 是吧 可能会有防备 那对于曲谱来说 他这一戒虽然说是多带了一个方寸 但是因为他没有普陀 他这样子一被禁之后 他好像也打 因为打不了国标 我再想一个问题 他如果就像你说的打212 好像在硬件的情况下 不是特别有优势 我在想曲谱会不会直接去上 如果常规阵容可能就是 女儿方寸 花果山 神木林 那么如果说 不常规的阵容 有没有可能直接上 地府 然后去冲呢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如果 是这样子 我个人 我个人的认为 是冲针宝是不现实的 不现实 我就冲不掉 就是如果说 212 硬件被碾压 但是212起码有10% 20%的可能性 就是能赢 因为客战就有希望 但是 如果你上地府 不上华尔森上去打 做这PK 你的第一个小子装中不中 你就是 你就是你第一个小子装中了 你不一定赢 但你一个小子装不中 你一定 就一定输 就是不分之百输 没有悬念的输 因为 珍宝是不可能 在有防备的情况下 再被你攻下来的 是不现实的 因为珍宝的抗性太好了 就 哪怕珍宝 倒了一个人 只要他的化身地府 不死 女儿不死 你也脱不掉他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 沽宿那种这种 就是那种那么鲜的浪射 都没有攻下来珍宝 那说明就是 珍宝的抗性太好了 你完全没有办法 在短时间内 把珍宝攻下来 其实珍宝输的PK 小组再例外 就是他那种 附赛输的PK 基本上没有被人速推的 很少 珍宝输的最快的PK 也得要 50多回合 40多回合 很少被人速推 几乎 几乎在我的印象当中 是没有被人速推过的 好像也就去年 应该是去年 是去年 应该是前年了吧 前年的那个 当时还是打212的时候 应该是被国子剑 那把是打得比较快的 当时那把三弓 也不快 也打了快 风打鸟 也快打了50回合 嗯 那这样的话 我们也是来看一下 这个竞选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 竞选的 竞选的门派 以及两边所携带的门派 大家可以觉得 有什么样的 屈服口庙 有什么其他的阵容 有没有机会去上 因为 毕竟他带的辅助门派 还是比较受限的 他带了两个地府 那么带了两个地府的话 可能在这种 被禁了 化上地府之后 你如果要上地府 你就没有回复 没有回复 可能就刚才像狗哥说的一样 你只能 就是背靠悬崖 就是第一把挂中 只能说你可能有机会赢 但是你如果挂不中 可能就一定会输 因为你没有退路 那刚刚我们也是看到了 两边的竞选的情况 那么除了竞选之外 那么从阵容上 我们可能刚刚已经说过了几个 两边会出的这种阵容 那么从阵法上来说呢 你觉得两边会开始了 我觉得 我觉得珍宝 应该是 阴阵 或者是 虎阵 这两码 因为这两码比较稳 阴虎 然后 屈辅如果说 想抓珍宝格的话 我是认为屈辅是212 我认为屈辅不会上 屈辅212 就是 还是会稳一点 我觉得屈辅一定能明白冲是冲不了珍宝格的 他只能抓珍宝格的心理 就是珍宝格觉得我屈辅有可能会冲他 他女儿不变慢珠 然后屈辅的女儿变慢珠拿一速 然后拿一速 对 然后同阵容拿一速跟珍宝格打 就是我觉得屈辅可能 90%是阴阵吧 我个人觉得 因为他认为决赛 珍宝没有理由去开 风阵和云阵这么堵的阵 没有理由 没理由 因为如果说屈辅要冲的话 很有可能是虎阵龙阵这种阵 所以珍宝大概率没有理由去开风阵云 所以阴阵是一把不太可能会被珍宝刻的阵 就是理论上分析 从强者的角度分析 珍宝的实力比屈辅强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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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珍宝没有理由去开这种 风云这种阵去抓屈辅的阴阵鸟阵 极限去拨大客是吧 他就哪怕是平阵我可能都还好 我没有必要去拨这把极限的大客 对就没有意义嘛 因为上一场我们看到顾苏打珍宝了 其实珍宝真的是很凶险的 但凡小祖皇挂中女儿可能珍宝就出去了 是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个人感觉 那么他如果说选择232 就是说区库恐骄他如果上212的话 他会不会去带花果山家神木林的效果 是要比带其他的梁术去要好一点 他一定是花果山家神木 一定是花果山家神木是吧 因为打珍宝上女帮目212是天然烈士 那反过头来问一下珍宝格 珍宝格你觉得 他会不会考虑去上龙宫呢 可能这个也是大家比较 我觉得他一定上龙宫 一定上龙宫 我觉得他一定上龙宫 哪怕他上212他也会上龙宫 我觉得珍宝格上龙宫的可能性 95%吧我觉得 只有5%的可能性不上 我觉得 那就是说那么你觉得 即使他去打双风 他打双风也不会上女帮目 也会上龙宫吗 对 是这样子的 首先 首先如果说 就是我们用两种模拟的方式来做 首先虚拂两种这种 第一种上帝府 上帝府没回复 上龙宫卷他没毛病 那一点毛病都没有 没毛病对 没错 对吧 你没回复 我上一个秒时龙宫卷你 你肯定扛不住 是 对吧 这第一点 第二点 你有回复你上化身 那你没地府 我上一个全魔龙 你拿我怎么办 对吧 好像是这个道理啊 很有道理啊 所以珍宝上龙宫的可能性很高 当然啊 我不知道珍宝会上龙宫还是女帮目 但我觉得 如果我是珍宝哥 我在我打决赛 我会上龙宫 就是我从我的角度去分析 你上地府没回复 我上了全魔龙 你能把我打崩吗 你打不崩我 我觉得 那如果说你上一个化身 那我上女帮目 肯定是上龙宫战 因为我上龙宫了 我是全魔龙 你没地府 那全魔龙只怕地府 好像是很有道理的啊 所以我是珍宝哥 我会上龙宫 而且是百分之 就是基本上我会上龙宫 但是就像我说的 凡事没有绝对 珍宝可能 珍宝能进决赛 说明他比我们这些指挥都要强 他考虑东西肯定也比我们多 所以他可能会有一方面的侧重 去上这个女帮目 也有可能 但我觉得他一定是龙宫 我觉得一定是龙宫 那么驱逐孔庙 有没有可能会出现 212是上两物理呢 有没有 有没有面两物理 或者他有没有两套物理装备 去支持他上两物理装备 我觉得他没有两套物理装备 没有两套物理装备吗 我觉得可能真的是 没有两套物理装备 或者是第二套物理装备 不好 反正就是 其实屈服的阵容就只有两种 第一种 女儿地府三宫 第二种 第二种是 女儿方寸 花果山神木林 花果山神木林 对 我觉得他不会上拔木 他上拔木他是必输的 对 我觉得对 基本上女拔木这个门牌 感觉是不太会上的 这个的确是这样的 我认为两边的阵容是 珍宝神 女儿方寸 化身 或者是龙宫 不是 化身或者是普陀 然后化我山龙宫 这是第一种 他上普陀也有可能的 我认为他有可能上普陀的 这是真的有可能上普陀的 普陀跟化身是五五开的 但是龙宫我们才是一定上的 上龙宫所以才会上普陀 如果上拔木的话就上化身 但是我觉得龙宫的可能性更高 然后屈辅是女儿方寸 化我山神木林 不会上拔木 然后正常我觉得 我觉得两边都是鹰虎 然后珍宝有可能会 就是龙啊这种阵也有可能会开 求吻龙阵也有可能 就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屈辅可能就是 不会再开风阵 因为他上个月开过风阵 他可能求吻一点 虎阴云这种阵 虎阴云这种阵 好的 那我们比赛已经开始了吗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那狗哥给大家分析了这么多 一会我们来看一下 比赛切进去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比赛开始之前 还是可以和大家再来说一下 我们的这个冲点大会的活动 那么刚刚我们也是结束了一轮 在无神坛结束之后 周一到周二周三这三天 每天晚上的7点30分 还是有我们冲点大会的这个活动的 大家也是可以积极参与一下 那诸位无神坛的极卡 兑换千万梦幻币的活动 也是在持续的进行 大家也是可以在看PK的同时 继续的去参与一下 我们马上为大家带来的就是 166届武神台的决赛 珍宝哥对着曲服孔庙 那么这在看这部的朋友 也可以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 来报名孟幻兄电脑版的解说 丰厚薪资 千万集曝光资源 下一个明星可能就是你 好了 我们这边广告也念完了 分析也分析完了 接下来就是看看PK了 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应该 我一开始以为曲服是有普陀的 但我一看曲服没有普陀 我觉得曲服PK必须是大客了 不是大客就很难打了 小客都不好打 小客都不是好打 他的地府有没有可 因为我好像没有看到 他这哪一场比赛上双地府 好像没有上过 他可以上双地府 他上过双地府 他上过双地府 就是在前两年 前两年的时候上过 他可以上双地府 一定可以上 不是我的意思是 他这一届比赛里边没有上过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比赛应该是开始了 珍宝上的是212 珍宝212对面上了三宫 对面是三宫 那珍宝是选择上把目 是 对面选择上化身三宫 化身三宫没有地府 那这个阵容好像 女儿光寸打对面 这感觉对面也没有地府 没办法挂小死 我们来看一下吧 比赛刚开始 观战宫珍宝哥 对两方去不孔庙 其实还行吧 还行吧 两边差不多吧 那个屈择是一宿好像 你还行吧 对的 屈择是一宿的 但是这一把就不好说了 这把珍宝没有选择上龙 我选的是花火山化身女白木 那就是我跟他说 化身跟女白木是配套的 然后普陀跟龙共是配套的 那他可能就是觉得化身女白木 这套体系他更稳 决赛没有必要冒险去上龙共了 其实也可以我觉得 没什么问题 珍宝围上以稳住手 队长方女儿村是马开 马没这个宝一掉之后的话 一速丢了 那珍宝也是马开的一样的 嗯马开 那这么来看的话 对面三弓 其实屈择的胜副手和珍宝的胜副手 就是在这个正和山了 就是看这个方寸的命中率高不高了 方寸这个门派就是 命中率如果很高的话 其实还蛮掉的 因为方寸是一个无解控嘛 比武装还强 无解控 尤其是配合拔木 这是真正的无解 我们看到 驱河的第一条蛇是一丝血锁住的 星人 有星人 最近这个星人是有点 粗 真的爱粗 真的爱粗 我也嘛 就是三张比赛不是前三个星人 而且都是法系星人 物理一般现在不带了 然后珍宝和这边 没一处 没技能 没技能 对面其实技能也不是很好 是破天加十人 也没准备 他有群 他有群 不过他女拔木现在动不了 他只能 呃 先招怨链了 或者有琴的话 会不会选择去跟点 前期点的话只能点这个女儿村吧 我觉得 嗯 别的单位不太好点 所以女儿村可能优异一点 三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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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弓打这个 好 精青 这是要出手的 那你 对 对面的画 对面的画 对面的画是比观战方算快 比方算快 哦 太注意 咬一口 好 观战方这边 其实 还行吧 这一个7600 嗯 对面女儿高兴兴 好 统统闭一下 好 这边牛 都绕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就大概率就是用 呃 就是琴加上冰川路青宠 哦 荆棘五 荆棘五 直接青宠 哦 这个三弓 其实这个三弓 呃 不是没有机会啊 我个人认为不是没有机会啊 其实 这是我 这确实是屈辅 我能 屈辅能上出来最好的阵容了 确实比212要更好一点 我觉得 确实比212要更好一点 嗯 我这么一想的话 他上三弓 呃 是更优的 其实我一直以为他是 上不了三弓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 就只有一套装备 但是法系也是够的 对也是够 有星人 他可能是法系两套装备 那其实这样子来看的话 这场决赛还是有看点的 不好说 真不好说 因为珍宝他并不是国标 对 因为两边都没有地府 对的 没错 这三票 这三票 这感觉 有追啊 因为当你没有一速的时候 你不一定 在你想要接罗汉的时候 能够接得起来 对 对 蛇飞了 嗯 然后对面群秒 看一下 哦 还是据清楚 因为他刚刚前几五 他没有 他没有那个 没有风铃了 珍宝的宝可说 是首要要飞了很多的 嗯 好快 好快 快的快的 很快 四回合 花果山 花果山一只 然后方寸山一只 花生寺一只 女儿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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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很快 就是 飞的有点快 我觉得 如果是这样子打的 没有 女儿没掉 就是除了女儿之外 其他人都飞了 四回合 而且对面的把目 还没有怎么双 怎么招双招 是 呃 我觉得这么打好像 屈服有机会 好像是有 好像是有机会的 就是不会说 像我们一切进来 一切进来就感觉 这PK已经没得打了 对 很有机会 嗯 但是珍宝可的女儿村呢 她 呃 没有一速 并不是说她 不去极限抢一速 而是她可能 对于 有的时候一些想法 她不会去 刻意的极限去抢一速 她只会在特定些时间 把一速拿回来 她应该是不会抢一速 因为对面有可能是让地府的 所以她不敢抢 完全抢 确实是这样子 诶 珍宝的女儿村居然会有凝制这个特技的 护凝 嗯 她的女儿村什么地方能带到凝制 好奇怪啊 诶 珍宝的女儿村居然带到凝制 是 她是凝制武器吗 没带神约武器 有关 但她之前也是这个武器啊 就造型是一样的感觉 哦 嗯 那就不知道了 我无所更行 我这 拉满 说句实话 有有有有有悬念 有悬念 这个话我才飞出来的时候 屈服要血压拉满了 这种这种面伤过来啊 的确你 也不是很好扛感觉 真的不是很好扛 嗯 屈服这套三宫还真上队了 真上队了 这套这套 这套 呃 我觉得 我觉得珍宝不上龙宫确实是 不对的 这龙宫上了其实挺爽的 不是 其实如果说上 当然这是我们现在的说了 如果说是上普多蒂府的这种 国标阵容上龙宫的话 好像点点 普多蒂府上龙宫其实也是可以的 嗯 但是她没有这种国标 她选择上的是一个212 而且212的速度 对 这个速度丢的很伤啊 女儿没速度 三攻打两攻没速度 三攻血优啊 呃 珍宝 好 想想看珍宝这个怎么去打这个PK了 两边护控果山 一边中一边北上龙宫的 BC 啊 六罗 对 直接提虎 啊 嗯 再拉金刚 感觉 不然这个珍宝不是很好扛 嗯 两边也是互相枪宠 嗯 就是珍宝打到后期不是很好扛 得在40回合之前结束战斗 否则的话三战神宝典怎么办 感觉这40回合就目前这个状况来看 好像不太好结束 这三战神宝典你是有点不好打的 三战神宝典伤害有点异出了 不感觉 这蛮难受的 不过有一个点就是我还蛮在意的 就是他上三攻他去上 因为两法系的效果肯定是要优于两物理 或者说就是两物理确实不太支持上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上的是一个女拔木 那女拔木的话其实像我们之前说的 是不是他有的时候在你要进攻的时候 他可能比方说没有怨连了 或者怎么样他没有办法去 在你想要去把对面最后一口气给按死的时候 他断了子弹了 没有办法去连续进攻了 其实还行 因为她女拔木的琴音是消不掉的 不可能去剩拔木琴音的 这个珍宝好像满吃力的 我说实话 是有点小吃力我觉得 有点小吃 因为我这秘润了我刚 这有说法呀 这真的有说法的呀 对 珍宝 对面打独死珍宝不会上国标 其实对面那个阵容被国标被国标选客 是 独死珍宝 所以我刚才在说如果说上普多蒂府龙宫这个阵容过去 点一点龙宫秒一秒好像对面就没什么机会了 对扛不住了 但是没上 没上就 就两说了 那只能是两说了 那是 最关键的是 人才放出来 直接可以 他没速度 没速度 是 女儿没速度 如果他女儿有速度的话 我觉得珍宝还是能赢的 但是没有速度的话 其实这种PK其实蛮有悬念的 真的蛮有悬念的 对 你完全不知道 就是 珍宝的那个启动在什么地方 这清楚 太快了吧 效率 嗯 太快了 蛇又要飞了 配合 配合叮参动的话 如果蛇不神的话 就把蛇可能得飞 嗯 而且对面基本上没吃过药 对面就是女王母吃几个药 应该是五龙和那个 五龙和大金 基本上没怎么吃 因为对 因为观战方就是 呃 呃 这宝格是没有面伤输出的 只有靠蛇瞎咬 嗯 射神了 好射神一下 很关键 呃 这把催中对面 哦 嗯 他是人开嘛 人开方寸方寸节催 催进去的话 可以断一会儿节奏 但是 还是蛮难 但 蛮难 你看啊 他花果山 这把宝再被清掉 就三只了 很快 其实其实宝宝下的是真的是很快的 他化神也是第四只 第三只了 啊也是第三只了 啊 女拔木也是第三只了 都是第三只了 对 蛇蛇 哦 女拔木也是 神了 这场珍宝好像是除了 啊他女拔也有速度 啊他女拔也有速度 就他的是输出是有速度 但是他的 风系和辅助速度都是丢的 对 嗯 对面对面的化神比他的那个方寸还快吗 刚好不是说 快 是 对 嗯 报道但是因为有盾 有盾不好说 这皮盖还是很有悬念的 又是一次悬 这又没飞 嗯 又没飞 又可以捨 又是一般了 再捨一捨 对 再捨一捨 说珍宝的花火山连 童童铁玉都不好起 对面有个神魔灵在秒 他血线的 童铁玉都不好起出来 呃那个 他这场我觉得应该就不会去起童铁了 如果说不是在 我就觉得局面很烈 或者因为没有意义 他取秒会无限给你破盾的 没有什么用 嗯 是 然后这个方寸跟女盲目又进去了 被控制的 怎么说被那位女儿一个控还是蛮伤的吧 观战方女儿不用拿不到速度 其实观战方女儿如果是一速的话就还行 嗯 那金铁 那金铁肯定是继续吹的行了 对 二位催花五三了 催花五三出货了 哦还是这个方寸付的很准 比之前还准很多 这边是给蛇顶拿金 傻微 一万 对面第二条蛇应该也快出了 就是下把应该是可以出了 也有两个琴 两个琴琴宠 哦 又省了 嗯 对面是双琴 很帅啊 嗯 硬件还是不错 能够凑齐双琴 硬件在 硬件在 这把这边 炮上了我省了 哎 不过对面女儿村好像是 有点 极限抢速好像抗性不是 特格的好 那肯定 那肯定 你比这么好的女儿都快 你肯定是一张尺 是啊 这是一定 所以说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 珍宝格他并不是说他不愿意去抢 冯夕一速 他只是觉得 我没有必要跟你极限 去拼一张纸 我只要再有一些关键的点 我把你女儿村点死了 你还不好起 我就是一速了 他很多时候他都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 珍宝格他女儿村就是 他就是感觉不可能是丢速 但是他都是万年二速 你就不是千年二速 已经是万年二速 但他怎么样去打你一速呢 他就是到了关键节点的时候 把你的一速点死 然后让你那个时候很难受 你就 你就不好拿回一速了 我看这场比赛 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打法 因为之前啊 已经有很多很多场比赛都是这样的 其实他这场比赛就是 先打双招我觉得 还是先打双招 双招先打招 不让宝蛇了 对 还是先把这双招 没中 飞升 给了个藏神 但是 因为神过了嘛 神过了这打就不一定够了 哦 直接给面上 4剑4 这就 哇 哇 这6500 这什么伤害 这群秒要出事了 还好还好还好 还好 全残血 嗯 这珍宝爆山的伤害 我分啊 有点猛烈 有点猛烈 还有个800的盾 但是因为神过了嘛 这把屁过来蛇就保不住了 下边要抓蛇了 这边蛇被清飞了一条 诶 这边来看一下 这也很关键啊 这 哎哟 神了 哦 神了 这个神了一条蛇 还可以 这是相当的可以了 这是相当的可以了 这是属于就是等于 等于你的蛇神了一次这种感觉 对 蛇神了一次 而且还不浪费那个神 不过你看对面女儿村这血线 啊 这把得 不是 你别说看对面女儿村的血线啊 你看对面全队的血线 我这别的还稍微好一点 她 她女儿村上把 力劈劈劈到她一千七 我就感觉啊 她是女儿村 抗性是真的是不太行 就是极限去 极限去拼 非常极限 丢个乌幻 所以 所以才能抢得到 乌幻是由第一速度啊 能把千锅都抢到 千锅双十七 不给动啊 这应该放特技了吧 我觉得 暴火山 难不放特技吧 还非 两千五 刚刚那应该是出暴 出双倍了 嗯 应该是出双倍了 有罗吗 暴火山 是吧 是 肯定是暴力行的 对吧 我也感觉暴力行 观察房也禁一个 继续请 请暴火山宝宝 其实如果我是对面啊 嗯 我 应该不会请 暴火山宝宝 应该请方舟宝宝 因为我觉得 如果说把 暴火山宝宝 清掉了 他下一次出来 应该是孩子 嗯 他已经三个了 嗯 我觉得他 这段话我才要出孩子了 他上来太高了 他已经试到自己上来很高了 要出孩子了 他要出孩子 起 站 起那个 起见神通 要飞对面了 应该是这样子 我感觉了 我感觉 可能就直接 孩子 起见神通 飞 凝神 不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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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清宠 先清宠 无所顶行 对面 拔木 还不着急变蛇 先把光辉 先补一补 看来 感觉这个 真宝哥这边飞过去 他是有点难受了 不着急 不顶不顶 拉手出来也是被清 是 真宝这边 方舟宝宝宝 方舟宝宝宝宝宝 然后 蛇也出来了 双方现在是三打三 观察方多条蛇 效离 这把是直接喝完酒之后 直接笑了 没有选择上色�amine 对面是拉金刚 把所有宝宝 全部照上 金刚 反手催眠 催眠发戏 语尼神中了 再破甲 两把旗 他还差旗 那 说明屈服想一波流带走这么多 想带走但是现在看这个状态 是有点难度的我觉得 双刀也出来了 而且他笑里之后他身上还有一把风度够的 主要是观战方这个风顺 就是无脑点他催 每一把都点他催 他只能女儿轻轻的时候不会风上 是的 他没配速啊他现在在场上 没有办法去当前回家打到他的税 然后让他直接出手 对他就是无脑点他催 没办法就一直催他 这把怎么说你笑不笑 观战方女儿村手里有金鸡 但他可以不放 他可以再笑你 你笑不笑他 你笑他的话 观战方这边还是可以很高兴的出手 应该 还是要笑吧感觉 我觉得应该是奇直 我觉得应该他女儿叫奇直人了 我觉得 就是去不去不女儿村吗 对 去不女儿不起直人 我怕他就会死 我觉得 嗯 我觉得会起直人 我个人来不起直人 但我不知道他怎么想 这会有点慢 不过卡在这第15 好 直接尖掉 嗯 抗一下 对 抗一下 充电 笑法系 这是笑钱了吧 啊 笑光辉 啊 笑光辉 他是一直在补光辉吗 笑光辉 嗯 笑光辉 五千多的盾 五千多的盾 嗯 哦就建设也帅了 直接建设掉那个花生的宝宝 嗯 他没有选择拉孩子这话我说 他其实是出了个学宝 但他没有选择拉孩子 他选择拉了一个 又生了 对面怎么说 对面生一下也还可以稳得住 我感觉这个 我感觉对面有点稳不住 心态有点小炸 两条蛇都生 还有个盾 看这条蛇都生了 这一来一反 这心态有点小炸 主要是这条蛇还没飞 下一把火又满了 是 不过他有当 他有双骑子的当 应该这条蛇一当就直接飞了 应该是一当就直接 他有当有当 对 两边都有当 两边互当 两边都有当 你说这把如果活蛇 拿把我贴一下转不转 有没有必要 我跟你说 活蛇 活蛇拿把我贴一下 你绝对是双飞我觉得 双飞是吧 90%双飞吧 因为你贴的那个宝宝 应该是基本上是飞了 我觉得 你看啊 你看他会不会贴 我觉得应该不会贴 看一下 这把中魂 贴了 我觉得贴了大概率是双飞 两大金那不贴 那这一定是不贴的 这不用想 这想都不用想 这一定不是贴的 你看啊 看一下 我飞了 两把旗子神针 哦 看一下这个伤害 六千 四千 四千 哦 六千 这把是放风卷了吧 感觉 风卷 风卷手软直接飞 风卷了 这把应该是风卷 我这 还不放 也蛮残的 飞发联了 又神了一只 但是手软飞了 嗯 这双旗子的飞机 太猛了 猛烈 这是要出人命啊 嗯 这真的要出人命啊 他这回合 就是 他化身这把 空 就是无魂这把很很那个 如果说 方寸这把出手 肯定还是空对面化火山的 还是他水清的化火山 抗风 哦 他也水了 保出手 对他保出手 呃 这一把的话 呃 珍宝的化身 得用零宝了 不然有点遭不住了 对 蝉珠回个血 他女儿不够 哎不对 哎 他女儿不一定不够 你说珍宝的女儿穿吗 啊 珍宝女儿穿肯定够精心啦 肯定不 他够了 他百分之一百够了 他放了两把笑里 对 然后挨揍了优塔 够了 百分之一百够 嗯 但他没放 他怕被笑 他怕被笑 其实只能更稳一点 确实没问题 罗汉 发生灵宝 嗯 哎 最后女儿穿 你看到他结果干什么了吗 出宝宝了 哦 哦对 他上方宝被15000戳飞了 对 嗯 接着戳 省了一下 省了一下 嗯 霍天 哦 建设 这AO一起建设也挺猛的 然后再出一次 珍宝也是瞄起来了 瞄不动啊 瞄不动啊 其实我觉得珍宝上的功能真的好一点 哎 这回合 你说他这把放风卷 哎 其实 我觉得 上回合 如果对合飞机放的话 呃 也是差不多吧 也 也 也差不多效果 我觉得应该 因为他 因为他这个神木铃应该是 呃 没有什么法爆的 法爆比较少 所以 肯定就是伤害的牌是比较平庸的 因为他这个特异位嘛 不是站着主位 不是主商位 是 所以他伤害不会特别高 可能也就 本来秒2000的 变成3000多一点点 嗯 但是珍宝 我觉得不太妙啊 感觉不太妙 是的 你要注意看一点 18回合珍宝飞了4条蛇 18回合 女王母如果打三攻没有蛇的话 就是弱智 对 他是 啊 他蛇飞要做 他刚刚是有一个宝宝是直接被秒飞了 对 他那个宝宝不应该出 是 这样来看珍宝还是不太习惯打三攻 蛮不习惯的 最关键的是还是女儿没速度 没速度 真的是女儿没速度 女儿有速度 这么这场PK会非常的嚣张 是 哦 要飞了 是吧 岁遇控 关键关键关键女儿有金钦啊 女儿有金钦 是 感觉 这把毒你不放吗 我感觉是应该是 提骨 应该是有点小 提骨 先分身也没空 那那也是 飞出来的 嗯 也是几天神通 但没有双棋子 没有双棋子怎么办 对面 飞 4 7 没有爆 也没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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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没爆啊 所以说只能飞到4个单位 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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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峰 飞4 衣盘 飞4 神木 花羽歌謠 那這個時候不太好封他了 花羽歌謠有三種效果 不一定是五個封印 有可能是秒八 有可能是單爆 都有可能 封還是要封法的 你覺得是控他好 還是控花火山好 我個人覺得方順去控對面花火山還不錯 知道你齊天神通之後的話 抗風降低 直接點進花火山飄起 不給動 那這樣的話 這把應該是飛機了 飛不到 應該是飛機了 八千 什麼情況 這兩個花火山的傷害差距很大 我後面還好 還好 後面還好 沒有沒有沒有 後面還好 他沒金剛主要是 這邊花生寶寶也飛了 花生寶寶也飛很多了 對 其實這麼打的話 感覺珍寶不佔油 珍寶這個龍功不上 對 還是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這個龍功不上是珍寶的一個敗筆 女拔木 打三弓不好用的 他現在是寶寶飛的要比對面多的多的 對面花火山手法種 花生手法種 對面就一個女兒飛的多一點 然後拔木 拔木跟這邊拔木抵消掉 對吧 對 然後其他對面三個點是滿寶寶 然後你女兒跟那個化生也是抵消掉的 對吧 他女兒三個寶寶 你花生四個寶寶一樣的 沒錯 而且對面青寶的機動性呢 是要比你快很多 他神木靈可以動 對吧 他女王有情可以砸 他花火山 想青的話也是可以做到一回合輕一隻的 是啊 那麼你這邊要去青寶 慢 你們一速 不一定能出得了手 而且他們一邊青寶 一邊傷害 一邊傷害你 還給你打點大驚什麼之類的 是 來看一下這個時候怎麼去應對 我也不太好應對 我感覺 我覺得這個時候吧 珍寶肯定是 一定要拉金剛了 衝了 就是珍寶這把拉金剛 然後方寸可能貼個失魂什麼之類的 先按死對面一個點 我覺得 還是可以 不著急 但是我覺得一定要金剛 對 我一定要金剛 然後繼續飛 他一定要繼續飛 一定要有這個 對 繼續飛機 然後如果出兩連的話 他就可以 可以轉 不是 有人對比就死人了 就是他如果出兩連 就他對面可能就死人了 很有可能死人 連了 很有可能 寶寶怎麼說 寶寶肯定飛的呀 嗯 對吧 你看 還真的是 因為珍寶 花火山就是 我個人讀他的花火山全力的 我覺得80%是全力的 就有點像這次瘋狼帶的那個花火山 全力加 因為你很明顯看他打那個 姑蘇的時候 就微明顯感覺怒火山是全力了 太明顯 特別特別明顯 說實話 那下一把 如果再出個飛機 可能就要刷了 我覺得 真的 還好 還好 喔 不至於啦 還不至於啦 不不不不 我跟你說 真要刷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就是如果说他下把还有飞机 他再连是真有可能要刷了 我没有开玩笑 我真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真的我真的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真的有可能要刷 因为珍宝是有低听的 你的意思如果说下把神针过来一连 然后直接就低听了 对就这个意思 真的很有可能的 就是珍宝的打法是雷利风行那种类型的 就是如果这把连了 下把他就直接就直接低听 就不会犹豫的那种直接低听 嗯 因为我跟珍宝交错也比较多 珍宝就是这样的风格 嗯 好好上导 多么痛的领悟呀这是 啊 真的是这样子 还好没连 可能还有一丝机会啊 连了他就是连了他就是直接低听 嗯 连了你看对面全部都残血 就直接低听冲啊 是 然后然后珍宝会 然后珍宝会教你 就是他的物理移速跟法系移速怎么用 他的物理移速 点你的物理手势 法系点你的法系手势 然后你就会发现 他拉三次定型出来他会 秒你12下 然后你只要PK就教我 就是这样子 出孩子 但出孩子你还是没意思 因为 呃 珍宝哥这边女儿侧是 珍宝 你听我说 珍宝就是直接换了 珍宝就是直接换了 就这回合就直接就换了 对 就是直接换 珍宝打PK一向就是这样子的 你女儿身上有轻霜 拉起来九转 1200的叫 那我只要秒你750你就死了 那没有理由秒不到750 直接换一 直接换那只12技能的一致 一致 一致龙魂 嗯 一致龙魂那只DT 直接换 然后下把 加那个技能就直接带走了 珍宝是 珍宝是很喜欢 那这回合是不是 呃 女儿方寸化身换三只 然后飞接家群 诶 看他有没有仪式 他没仪式可能会不会飞 不会秒 他一定会秒的 为什么不会秒 这B秒 不是 他女白目 他女白目没有 没有 你觉得他没有仪式 这一个月你也秒出去吗 他会秒 就他如果要飞 他就必须得秒 就这样子 不过这把是先 这把没有选择换 先效罗 我看啊 他是 他没有换 就说明他还要再打一 再打一波面伤 然后再换 是 对 他再打一波面伤 对 那他这把应该是要飞秒 应该是要飞秒 这把是飞秒 对 这样的话应该是飞秒 他如果要飞 就一定要跟秒 如果他不秒的话 他就直接招蛇 但我觉得这样不可算 看他自己个人想法吧 其实都行 嗯 其实是都可以 但我觉得不可算 最好就跟秒 啊 还是招蛇 他选招蛇 那这是个人 个人打法问题 个人打法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那他招蛇 我感觉你看 他这回是笑着对面的化身 他是把你分的笑空 让让蛇下火有输出空间 然后是不是再换 就是说下火他可以换 他没有 对面已经没有罗汉点了 但是他怎么他这怎么换 对面有藏神啊 上把拉女儿前没藏神啊 他这把有藏神 他不会换了吧 我觉得 啊这把有藏神啊 有藏神也换 我觉得有点太太太猛了 我个人感觉有点太猛了 对 这把可能不换 嗯 其实是看他个人怎么想的 其实我觉得上一把是我 我就换了 因为 啊不换 还是不换 啊 还是不换 那对面都活起来了 就确实这么是 确实这么打决赛 比 确实很稳 真的很稳 真的很稳 太稳了 嗯 太稳了 那这样的话继续飞 就一直在飞 全力划五三飞机 我顶不住啊 全力划五三 五千八 指人五千八 真的顶不住全力划五三 一直在飞 而且这还没加魔镜 这没加魔镜 其实我当时不就说了吗 拉孩子出来 别拉这个扫号房 对 对 拉孩子出来 其实是听梦的 我感觉他是这么想的 他觉得啊 我拉了孩子出来 对吧 你身边可能还会单亲我孩子 我先他把我出来顶一顶 我先我先我先试一下 啊 他觉得会单亲的 嗯 不是他也没有想到自己飞机 可能会那么炸 是 哦这把没有飞机了 这把有当头 有当头应该是按个法系吧 我觉得 按法系 对 对 这把按法系挺正的 按个法系 他拔木高面蛇 这个时候的话 把蛇先起个法房 顶一顶 招个怨银 对 我觉得招牛也不错 招牛也可以 招天空决心也可以 对也可以 因为对面已经没太有力批了 对没有力批 就三个学生没有 嗯 嗯 而且牛也不怕他轻 如果牛被轻掉的话 就可以直接招手了 是 哦换了 再换一体码出来 这又是一个善恶 可能善恶吧 有可能 可能那个已经过期了 我再换一个码 我再拿移速 有码任性 啊 这就是为什么珍宝格 之前我说的 他不去太去执着抢移速的原因 他们就觉得他们的指挥就是这么说 没有必要 哦 我想移速的时候我就移速 对 我为什么要去把手线调成纸呢 不需要 啊 双招了 荊棘舞抽蛇 没抽掉 没抽掉 没风凉了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如果对面女儿起来喝酒的话 喝酒 那晕了 喝酒就被笑了呀 嗯 喝酒就被笑了 他算了你能回合 喝 嗯 那就 再见呀 这一喝 这一喝就喝到了下一连呀 喝到下一连了 对 只能下一连了 见了呀 这有点难受了 说实话 这一个酒啊 因为他对面也算着回合 你的码的回合已经到了 我这把应该是有移速了 对 这没办法 其实他起来就说句实话 啊 女儿起来就没有任何的操作 没有制作 对的 没有任何有效操作 一点点有效操作 没办法 这确实 没办法 没办法 对的 这你说有什么最优解 没有最优解的 你这么好就使用吧 他五回合换一次嘛 五回合换一次嘛 你拿它没办法 是 这是铁箱女儿 对面女儿应该也不会放 说实话 不会放 没理由放 有无 哦 直接 哎 还行 这也是 这也是就是 逆境当中的最优解 是 夹缝当中求生存 对对对 啊 想活死了 没活到 我其实影响也不是 哇 还还骷髅怪上去了 这大死我 完了 这 这 这 就看 蜷鸟有没有跟了 这可以 哦 没跟 赵燕链 我感觉也就是试探先的挂一下 对吧 有就有 没有 没有无所略 但是下回合会不会选择换 把他压死 有没有这个比 主要是珍宝不不确定他的血量 我觉得可能不太会换 可能不换 嗯 我不知道珍宝知不知道他的血量 因为确实如果顶尖指挥是可以算不到他的血量 是差不多的 嗯 就是这个是珍宝个人的判断了 但我我个人因为我个人觉得珍宝不会换 因为对面拔木也是刚起来 因为对面拔木也是刚起来 拔一秒的拔木的话其实蛮亏的 我个人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换 个人觉得应该不会换 而且他女儿刚拿的嘛 如果说换个虚对吧 可能有也稍微有点小亏 如果说秒不死他了 对对对对 因为他严辞一回合嘛 我们是上帝思想知道他换肯定死的 对对对 他还不知道 握手真换了 哦 换了 这 这没了呀 这这这这 这血 看来是有点准啊 小火 哦 火完了 这没办法 这没办法 没办法 这实是没有办法 给发凉了 因为我们也不确定他会不会换 这其实换了 哇 两话能开始 开始刷数据了 自我淘罪中 也没没招了 这只能下一连剑了 是 这我只能去刷火箭 只能先冲值一波了 没有办法了 先冲个五八二十块钱 先去准备火箭给他刷了 很难受 这也没有办法 说实话 这一波飞机直接给对面飞没了 没有飞 这把还行 是不是 你说 cases 他会不会去 去波添一个神木靓 然后去博法莲 建设两下 不用啊 他直接当头 就当头 他把对面所有人都封杀了 然后换虚秘不就完了吗 换地听不就完了吗 其实他这把それ就换这个 就是换4个地听出来了 dificult就是这个回子就换了 你把木招死了 不是 那对面怎么轻嘛 你告诉我 嗯 你的地轻是比对面所有股毛都快的 他神魔灵最多只能秒一个嘛 对不对 嗯 神魔灵最多只能秒一个 这应该是虚虚虚虚虚虚 主要满血 不法连应该是点4 骷髅怪 4000 没连 没连很行 没连很少 对面 拉蛇了 嗯 没有批 没有人批这个 哎 没有人批 那他秒了一下 哇 发 发甲不然直接死了 啊 有一个批孩子 这是这个 但是这个虚拟没人批啊 呦 很 这PK 错句实话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觉得 嘖 这个这个就没办法了 尽力局 是 你最后即使女拔木再往外拿洋护 换蛇宠 那也不太够旧啊 你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药 对面的女拔木只有8个药了 然后对面的化身也只有8个药了 然后对面有药的是 倒地的花火山 女儿村 还有神魔灵 其他两个点的药基本上已经消耗殆尽了 你算他每个人比 平均的得带蓝 得带五龙 大净其实已经 可能只剩下一两个了 嗯 嗯 这种时候还催眠 这种时候都催眠 真的打PK 真的是 让 让这个 屈服很难受 这时候一把催眠 根本就 哇 只跑跑了 哇 啊 基本上是 感觉上是 你这火箭是 基本上是已经是 已经刷出去了 其实我 其实我打之前就可以 其实我打之前就可以给了 哈哈哈 说实话 我只是 我只是 我只是比较尊重 比较尊重这个决赛 嗯 哈哈哈 比较尊重决赛 他的这火箭是一定要发射了 嗯 火箭发射一下也没办嘛 射就射了 这低听了吧 兄弟 这不低听 没椅了 嗯 所以说这就是 一个 不抢一速的女儿村的一种打法 他们已经很习惯了 就是关键时刻 拿个码出来拿一速 把你女儿村一按 然后我就永久是一速了 啊 也不用抓速度 也不用速度圈 对 就是这样子 金刚一拉 嗯 嗯 因为之前他们 他们只会在聊到 女儿村没一速的时候 都很淡定 嗯 又有人说的没一速是吧 啊 每天都在 是不是又有人说的没一速 然后就要结果 其实女儿村这个能牌 就是没一速 其实是还可以 因为女儿村 就珍宝哥的女儿村没一速 他有抗性 对有抗性 还是不出地霆 看来是 我觉得 我感觉啊 他是到决赛 他觉得 估计是打 打孤苏城那场啊 也是略微的 涨了一点经验值啊 我不太莽莽然的说 对吧 算了别输了 别输了别输了 对对对对 不要浪 估计现在只会要输了 都拉着 对对 都是都是猪哥算了 啊猪哥算了 猪哥算了 就是地厅留着那个 封一吃油的时候再出好了 封吃油的时候再出好了 封吃油的时候再出 我说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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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兄弟别输了 别输了别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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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今天下午真的是差点 出地厅把自己给出没了 是 还好是 还好是 枯苏没有换蛇 是 枯苏要换蛇可能遭终 嗯 对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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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过来 对面花好山还可以再出宝宝 然后再给把自己吃 出宝宝 是 出宝宝吧 出宝宝 然后把自己身上所有的药吃完 吃一吃 对的 所有的药吃完 我这把女儿杀了一阵 再催这都催 一定要不给给 对 要稳稳的装在孔带里 对吧 一点机会都不 毕竟这一季也是 哦 再齐天 嗯 再齐天 那把我守时了 三恶应该是 守时了 嗯 挺大惊 把所有的血全部顶满 顶满 顶满 还行 还好藏神 对面花好山 你看到对面花好山明显加难了 善恶拍他直拍了藏神的盾 对面 呃 这把只有破天 还有沙威 破天连一下也难受 其实我觉得啊 有破天的时候 其实他就相当于两个小飞 就是 就等于是一个小飞机 如果出法连的话 也很赚了 也不可能是小飞机啊 因为 你点死人之后 就没有见射了呀 不 就是说你如果出破天 你有 就是齐天神通的时候 你一定是点他敞下雪了 就是比方说 点对面的花生去破天 那破不动啊 见不了多少啊 见射不了多少 啊 我估计他破花生 也就能破个 一千五千八吧 破率上限低啊 嗯 破率上限太低了 他应该 他应该是稍微 稍微点人了吧 稍微 点什么吗 哦 他催眠应该是 应该是杀威了 我觉得 对 他催眠了肯定是杀威了 是 没点死 有一个杀恶 单抽一千八千 哇 他上了多少水 八千五八千五的血 心 心态有点 哇 他上了八千五的血 我禁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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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那难怪刚才去拍他 拍的花火山是 跑不了盾 有可能是 属性点材 对 对对对对 他还是没有飞机 很头疼 又是破天 又是沙威 而且还不连 但是 屈服现在已经 如果要清蛇 只能靠神木 神木加宝宝了 呃 不太好清了已经 只能 他如果要清 就只能是硬清 就是靠神木加宝宝 没有别的办法 已经不太好清了 说两句话 已经不太好清了 现在 哎 继续封 没中 花生可以再 活一个 活一个 又全活满了 然后落魄 这防寸也是蛮蠢 巨大双丁 巨大 再沙威 又没连 嗯 一丝血 有善恶 战神宝典 四点直接起了 不管了 呃 这时候也管不了 这说实话 起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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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什么用 嗯 因为场面已经很烈了 他也 他只能自己风拳爽一把了吧 我个人感觉 风拳爽一把 还是说把蛇清掉 但是他再测一杯 他也不太能爽 我个人感觉 嗯 测一杯 其实有点爽不动了 我确实 他现在是有 这一把 他只有一点风铃 那这个东西 其实 诶 他怎么会只有一点风铃 他前几回合 哦不 他刚好用过 他还有一关蔓延 他刚刚用过单抽 哦对 他抽那个什么了 他抽善恶了 他抽善恶了 哦对 对 再加一个法联 我跟你说 这个是骗人的 没有用的 你有起天神通说 再加这个法联没用 我跟你说 大概率一把都不出了 你看 看到没 我经常这么搞 一下都不出了 没用 他是这样子的 他是提前加 因为下把没有起天神通 下把没有了 对吧 下把花生水泥 啊 这个这个双加啊 真的不要双加 这个双加他基本上 是一下都不会出的 一个都不会出 双加没用的 不叠加的 非常的统一对的 新元 但是被催了 还有一回合的机会 然后飞机了 呃 官方有飞机 但是因为这个法联的话 飞机是不成效的 因为这是花生加的 只对单体成效 嗯 飞吧 这个女儿村可能要倒 嗯 女儿村要倒 呃 如果方村有顺势的话 女儿村对面女儿村可以倒 如果没有顺势的话 顺势也顺不动吧 他化生比 哦 对对对对 比方村快对吧 顺不到顺不到 嗯 那他可以活女儿村 能活满的没事 他能活满女儿村 他只能丢无魂 啊 也不丢了 你活吧 嗯 确实 金刚 哇全拉满 全拉满 全拉满 反正就飞 直接直接直接铁 哎 正常 这伤害有点爆炸 直接铁 双蛇 这 哎 双蛇了 到双蛇的一刻啊 其实 这个决赛 这个决赛 有点送兵的感觉了啊 这个决赛没办法 你说这确实是没办法 这怎么打 你你你你自己双棋子非观战方的伤害 跟观战方没棋子非你的伤害差不多 你这PK就 完全没办法打 是 太难说了 这把还有飞 嗯 有飞是必飞的 嗯 这把 风法系 女儿碎于弄你风对面话声不让他合了 嗯 不让火了 看下这把还有什么操作 看下这把还有什么操作 放吞 顺势 神木 这 就是连秒都不让你秒一下 不 我觉得他这把是为了保蛇 他怕你再去先进我去抽蛇 这就是绝望 绝望之中 是 绝绝 真的是绝望 嗯 嗯 化身 这血量 小残 一万六 一万六 啊 九千 有疑似 因为刚刚蛇咬飞了一个 成功清掉了第七条蛇 他没有用 第六条蛇 关键房子里妈妈还可以拉 还可以拉你用什么都可以 操作太多了 他只是不愿意去拉了而已 嗯 这个时候他可以出地厅吗 不过好像这场好像我们就已经说了 他看这个架势是不太会出了 不到他觉得已经赢到口袋里的时候 我觉得他随时都可以出地厅 随时都可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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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什么时候出的 主要是他女儿孙可以空对边化身 只要对边化身推不起伤 他无限出地厅都可以 但是他可能就觉得算了没必要 就正常打 就是他现在这个正常赢就赢 对正常就可以赢了 出虚敏 他不出地厅 对对 对出虚敏 其实他想出 他想出地厅肯定是早就可以出了 嗯 这是一定的 活血 哇 这是活的最差的一下 是 提活 再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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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化身死了 嗯 化身死了 对 这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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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秒出去 点不住 嗯 点不住 哇 这 这无限秒 这没的机会 切进来的时候觉得还是有点机会的 但是没办法去 确实没办法 下一把飞机 观众派女帮目 秒一下飞机 就差不多了 这个比赛 这个比赛 屈服 尽力 就是 屈服的粉丝也是 尽力局 真的是尽力局 对 因为 确实已经尽力了 三攻是能上的最强阵容 你听来了 三连 两亚一技 是吧 这个成绩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嗯 下一把 看一下 会加几个 之前占敌吧 嗯 我觉得也别加了 差不多了 对吧 也就别加了 秒一秒就好了 这样的话 这样比赛我们应该也是可以 恭喜珍宝泽 获得胜利 同时拿到166届的武神坛冠军 再次完成一个三连冠 也是2020年 这一年的一个第一个三连冠 那么 在这样比赛结束 啊 又三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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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这样比赛结束之后呢 我们也会在直播间里开启 我们的这个抽奖的环节 那大家也是可以来参与一下吧 会有我们的景美的周边会送给大家 又三连冠了 又三连了 别人三连冠 别人三连冠跟喝水一样容易 真的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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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你曾经也是四连贯的人 你没啥好羡慕 我们羡慕啊 那是对吧 是可以理解 你这不需要的 你曾经也是对吧 啊 我们 我我我是拼死拼搏 啊 哈哈哈哈 他的就是 他的就是感觉 给我的感觉就是 嗯 就是 我就他都没有用力 你知道就是 就是 就是我还没出力 你就倒下了是吗 对对对 就那种 我还我还没用力 你就已经倒下了 我不够打 你知道 嗯 对对对我的感觉是这样 不够打 真是不够打 关照 关心 那么 恭喜珍宝贺 获得了这个166年的 无声台 甲主冠军 然后 屈服呢 是遗憾 啊 两年啊 也是蝉联了一个亚军了 蝉联亚军 输给珍宝不丢人啊 没事 下面继续努力 可以了 下面继续努力 下一年 感觉 就得看你的表演了吧 感觉啊 我不